噴槍口冒出熊熊烈焰 黑色木炭一遇到高溫 又如碰上知音 表面转为灰白色 老板拿着夹子不断移味 好让炭火热度均匀发散 起火准备就绪依旧不得闲 另一头又开始忙碌起 瑜伽直送的活跳跳海鲜 有看到 有看到整个 它就都还是活的 轻轻地抓起一尾透抽 指着光滑表面展示给我看 只见上层粉色红色小点点 扩大缩小闪烁发光 如同动态的LED灯 产生了万千变化的体色 这不仅是透抽新鲜的象征 也是老板吸引客人的关键 鲍鱼舞动着饱满身躯 跳着残酷而美丽的华尔滋 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鲜嫩的鸡翅喷发丰富油脂 表面焦香焦香勾引味蕾 厚厚一块松板猪肉 老板也豪迈直接送上烤架 仔细谨慎地慢慢烘烤 以食盘当地将鸡翅排排站 微焦表皮带有独特碳香味 肉嫩多汁柠檬提升清爽度 切成薄片的松板猪肉 上桌时再以喷枪炙烧 肉片边缘焦香感再升级 入口卡滋卡滋 脆嫩又Q弹 沾上胡椒盐 体验食材原味 更特别的还有这一尾 浑身通红 嘴巴有如长烟枪 长相特殊少见的火卷鱼 肉质细致又鲜美 八年级生的老板王佩宇 原本在台北汽车百货上班 收入很不错 却因为一场车祸中断事业 在家户病房待了整整一个月 休息两年才恢复 但原本的公司回不去了 只好回家乡宜兰另寻出路 无意间看到渔港旁的小滩 一天业绩竟然高达三到四万 他决定到海滩旁卖饮料 和独木粥业者配合 慢慢的不只喝的也卖吃的 尤其妈妈为炒面最受欢迎 面条Q弹不软烂 鲜香诱人总让客人一口接一口 于是他决定改造阿嬷家 成为地点固定的小吃滩 出车祸完 然后回来要工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 怎么好像没有钱 然后想说要开这个 还到处借钱 就是椅子什么桌子都没有 我就去把手机 就那时候刚开始坐 坐那个汽车的时候 手机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然后就大概两万多块吧 我就去买可能一两个餐盘 一两个碗 然后一个桌子 然后就一直有赚一点点钱 再加一点 三张桌子开启事业 如今确实一味难求 王佩玉笑着回忆 当年客人撑着伞 穿着雨衣 那独特的风景还依稀在目 即使是这样苦过来的 王佩玉却没有成为宠客老板 我完全没有保留一分钟 就算你有付订金 一样就是一分钟 你订十二点 十二点零一分 我说我现场十一点 在这边等你十二点 客人迟到的要怎么办 我说你跟我讲说说 你车程上面有延误什么塞车 我说那你如果今天要出国 你塞车飞机会等你吗 我说你们是不是都 提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就在那边等 为了等飞机你们要准时 为什么你来吃饭不用准时 老客人都知道 这吃饭得遵守准时纪律 门口满满的标语 也在一在提醒客人放慢脚步 不只享受美食 也得品味独有的 小港乡村风情